前两天收到了车管局寄来的陆税的贴纸 我带把它贴到车里面 正好介绍一下这边在新西兰养车需要哪些费用 其中第一项就是这个陆税 相当于国内的养路费 国内养路费其实早就不交了 包含在油价里面了 但这边它会单独收一个陆税这样一个东西 相当于是公路的使用费 一年是100块多一点 相当于人民币500块不到一点点 这边日期是从今年的9月20号到明年 所以说这是一年的费用 那么总共的费用就是109块 那我现在就把这一份给撕下来 贴到自己的车里面去 其实这一份就是之前的快要到期了 到9月19号就到期了 我待会就把它新的这一份替换上来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选择网上搅 搅完之后它寄个贴纸到你地址 或者说你去营业厅搅 营业厅现场搅好之后就打印出来给你了 这个会略贵3块到5块吧 可能一年 就你可以粘缴也可以越缴 我觉得越缴挺麻烦的 但这边可能很多人他每个礼拜领工资 就已经把这工资都安排好了 用到什么地方 就一下子让他拿出一笔钱来缴个一年的费用 可能很多人他也拿不出 就也或者不方便拿出来 就所以说还是挺多人去选择越缴的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边的一个车检的费用 就你去外面任何一个修车的地方 让他们给你做一个检查 就是你这辆车是符合上路的最基本的 这个安全标准是达标的 通过检查的话 他也会给你一个贴纸 就贴在汽车的前挡风玻璃上面 就会有打个孔 就是你是哪一年 哪年的几月份做的 到明天的这时候 你需要再去做一次检查 这个费用差不多是60牛币左右吧 他到期的时间呢 是到22年的6月份 所以说还有挺长时间的 这两项呢是这边养车 就是你必须要付的费用 上路的话必须要付的 其他的话就不是强制的 比如说保险 我知道国内车险是有个强制的第三者 强制险的 这边他不强制你买 你可买或者不买都可以 现在我这边两辆车都是罗奔 就都没有保险 一开始的话 刚买车的时候是买了保险的 就后面好像发现 不是最必要 因为他有个最低企培额 就是如果发生事故 你和别人车碰了 当然这个第三者 就是只保对方的车 你和别人车碰了 你就是并不是时报时销 你发生多少费用 就抢保险公司 就实际报给你多少 就你还是有个保底数的 你自己必须要垫付个四百 或者五百 甚至一千牛币 但超过的部分 保险公司才保 所以说感觉也不是很划算 这个 但是现在好像想想保险还是必要的 所以另外一个 就还是有一个 既保对方的车 也保自己的车 就是全嫌 那这个的话基本上根据你车型 然后你的驾驶员的年龄 然后驾铃 包括你车停在什么地方 它就是各种因素 都会影响你这个保费 还有一个就是这边的油价 这边油价是很贵的 比国内要贵挺多的 目前的话是两块两毛级纽币 一身91号汽油 相当于人民币9块吧 9块多 当时在国内觉得 好像国内油价是超级贵 但跟这边比的话 真是真是不算贵 这里的油价是号称一半 一半都是都是相当于税在里面